气温回升 农市渐起各地的育苗播种 也逐渐提上了日程 这两天 山东河泽抢抓有利时机 组织农户育苗 在山东河泽定陶区合作社的大棚 一排排辣椒苗 西红柿苗 绿意盈盈 生机盎然 十多名工作人员正将不同规格的种苗 进行分类移栽 明显这个时候都是发苗的高峰期 现在一天猛烈的时候出荷量达到十几万株 就是不猛烈的时候 也有七八万株的发荷量 为了方便种植户后期管理 合作社在每次授苗前 都会对种苗进行精挑细选 确保幼苗栽植后的成活率 能达到98%以上 近年来 合泽市定陶区 每年集约化育苗量达1.5亿株 带动2000余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